各位观众奇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夜我们谈谈围棋世界业余大赛 那今天呢老师选了两盘世界业余大赛的棋谱 其实我还没有想得很清楚 我要以技术探讨为主呢 还是以这个心理层面 或者是业余的这个赛制的讨论为主 那反正我们就一边讲棋 然后一边随缘吧 那这个是现在轮到黑棋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势啊 黑棋跟白棋的棋行都堂堂正正 这边是一个定式 那这边是一个手脚 这是一个定时 黑棋这个棋子有点奇怪 好像没有什么效率 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说攻棋这个白棋来看 这种棋其实也有它的作用 因为如果这边没有指的话 其实呢这个白棋呢左右都可以开拆 都一封过来啊 这个棋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有潜力的外事 那黑棋这个棋反而变得很孤单 那其实总的来说啊 业余大赛就是代表 这是世界业余大赛 那在日本叫做世界业余选手权 那它是代表国家 那其实能够代表亚洲地区的国家出赛呢 大概都跟顶尖的直棋 只有一千的差距 它不是说拿中国来说 晚报杯的前三名或前五名 每一年会跟这个当年度中国等级分排名前十 甚至前五的 超级强的棋手的对决 那大概是一千左右的差距 也就是说 这已经比网路上的九段还要强了 因为我们知道网路上的九段 其实大概实力差距也有到两个次 所以呢 这个前面的布局啊 基本上呢 是不可能挑出什么毛病的 那今天选的这几局棋呢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在这么高的顶尖对决当中呢 我们既然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破绽 而且不只是老师找得出来 其实呢 当经过我解释之后啊 我相信棋友们也可以 就说他不是那种非常深入的那种二三十手的计算 他经过我的讲解 我相信你也看得出啊 这个地方呢 你也知道怎么样下是更好的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进步 我们先来看一下实战好了 实战呢 刚才老师弟说的主要的目标在这一个棋盘的这个部分 因为其他目前没有发生什么战斗 那实战呢 黑棋是非常强硬的这个点 那黑棋这个点就是强调 我这边不是有一纸吗 我这边有一纸这个点完之后呢 我会把你这块脚给这个掏掉 那白棋就没有办法 像这种 人家下你没有办法的招啊 老师是建议基本上你就不用多想了 因为人家这个外面都是黑棋的 只一点你还去想要不要接 其实你就浪费了很多时间 而且如果最后接完你这棋不好的话 那也不是现在的问题了 那是前面的问题 好 那黑棋这里就爬 白棋这里就搬 黑棋搬 白棋没办法只好退 白棋的一点脾气都不能有 黑棋再爬 这个白棋也只好退 由于这边有一个黑子 那虽然说黑棋这个棋子成功的出卖掉了 我用这个词有点奇怪 就是呢 你出卖掉你的兄弟了 但是你把白棋一块脚全部都掏走了 那白棋接下来 这个肩顶 然后退一下 黑棋确实把这个脚地做活 而且基本上这里 由于白棋这个挡不是先手的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白棋的失控损失还是很多的 那白棋就必须要借由攻击这边的黑棋呢 来这个挽回这里死地上的损失 所以白棋实弹试了一下 然后接 然后白棋呢 这个当然从这个地方飞出 那走到这里呢 我想请棋友们想一下 你觉得刚才这几手棋 黑白双方有没有人下的有问题 好 那如果有的话 你觉得首先是哪一手有问题 你再来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下 那原因是什么 好 那我这边给大家 10秒钟的时间想一下 好 就是刚才那个局势演变到 如此这般 好 好 好 公布答案了 下的有问题的其实是黑棋 好 那黑棋哪一手有问题呢 当初这个点有问题 那我这边先讲一下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加业余比赛的这个高手啊 他一定是有很强的这个思想层面在他的棋里面的 好 比如说像黑棋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先 呃 叫什么 先捞后 先捞后洗 好就是先把地抢了 然后之后呢 我再把这一块洗活 这个战术 应该说他是一个战术 好那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探讨这个战术本身 因为战术就跟不同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棋风有关 我们完全是从棋底上来讲 怎么说呢 那我们先把这个棋稍微回复到前面了 我想请大家想一下 在这个局面下 你觉得黑白双方的强弱关系是怎么样 黑白双方的强弱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两个白棋应该是不会死啦 因为他脚上又一尖跳 然后黑棋这里也没有把他封住 那这两个白棋不会死 那所以白棋唯一的这个弱棋就是这一颗 那同样的呢 我觉得这两个黑棋应该也是不会死的 因为他有两颗嘛 而且这个地方的白棋是比他弱的 那黑棋这个指是有可能会死的 所以呢实在呢 这个黑棋选择啊 反正这个棋子既然比较轻 他把这个棋子卖掉 在这边掏掉一块 那这个棋既然 不会死 那就让你来攻吧 这个是他的战术 但是如果你刚才有仔细跟着我一起分析啊 你会发现这个作战目前呢 绝对是一个势均力敌 因为白棋两颗黑棋两颗 白棋这个词很危险 黑棋这个词也很危险 那在双方作战势均力敌 而且这个骑行几乎一样的情况下 轮到黑棋先下 那黑棋明显是作战有力的一方 那黑棋应该是要想怎么样把这个有力的战股啊 这个继续的扩大 那这里其实经过这样子的讲解啊 我就相信大家就一目了然啊 这要继续的这个攻击啊 绝对不会是要在这边掏地的 那要怎么样攻击呢 哪一手骑士可以既加强这两颗又加强这一颗 而且又对周围的白棋有一定的影响呢 好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就是这一手跳 在跳完之后呢 应该说这两颗棋子经过这个一尖条 他已经彻底变成一个超级强棋了 那这个棋子由于这边还有断 所以呢或许没有那么强 但是你这三个棋子一旦强了之后啊 你这两颗白棋现在就变得很危险了 这里理论上啊 白棋是一定要一定要补的 因为如果你敢不补 好比说你现在这手也是堂堂正正 都在把自己的棋走出头 那黑棋这个一点啊 白棋这个会被搜刮的非常非常的惨 就算能够活呢大概也被打残了 那这样子你自己这一块本来是 算是一个有带着木的一个活棋呢 被搜刮的很惨 然后这个已经全部的地都没了 那黑棋比刚才直接去点你的脚啊 来的利益要大 再来黑棋呢也成功把这一只救回来了 那变成白棋单方面逃孤 所以这里白棋呢 呃其实本手啊也是非常大的 是要这个继续跳下 这样子这里大概围出了15目左右的地 而且呢这个跳下之后呢 以后这个怎么碰啊等等 这里黑棋其实味道很不好 近接也支援到了这个白棋 但是没关系黑棋呢 这时候就这个继续啊 把棋走在外面 那你看这棋走棋其实都不是很难的 就它不需要很深入的计算 也不需要对于棋行有很独到的理解 这个封进去嘛 然后这个呢那个飞起来攻棋 这都是我相信有一定棋力的棋友呢 都看得懂也都会下 但是我们这样短短棋走棋呢 我们就发现这很明显就是一个黑公白 白棋这里的木虽然说稍微增长了一点 但是黑棋把这个棋子揪回来啊 其实黑棋也 因为黑棋这个子没有死嘛 所以等于黑棋 减少白棋木数的增加 那也等于是在破掉白棋的碰 等于白棋把吃掉黑棋这一子的碰 转到了脚上 但是这里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这里是一个黑棋攻白棋 而刚才呢实战图呢 是白棋攻黑棋 那这个是 算是最大的一个 对于中盘战斗的一个最大的影响 好 那当然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白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有的 这边 当然围棋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下 刚才说的 这个跳起来之后 黑棋这个棋子变强 可是这个棋子还有点薄弱 那白棋除了自己防守之外呢 白棋还有另外一个下法 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防守 我这个率先来攻击你 好吧 你切断 那这样子的话呢 白棋断以下 形成一本道 这由于是黑棋争执有力 白棋呢 这一打虽然啊 这个成功的渡过 而且呢 木树可能比刚才跳下来还要更实惠 因为这个渡过之后啊 首先这个只是一个关子 可是这个地方围到的空就已经 呃 比刚才还要多了 而且你成功度过呢 变得你的棋 变得更安全了嘛 更厚实 但是黑棋呢 这边提了一朵花之后啊 就 呃 就是说他 他首先这个纸没有死 而且呢 他这个后续的力量很强 当然白棋他得到一个好处是最关键的 老师刚刚忘记讲 就这一串下完之后 白棋得到一个先手 刚才白棋跳下是后手 这样白棋得先手 白棋可以算先去处理这个字 但是事情有一好 并没有良好啊 虽然你是得到先手 算先处理这两个字 但是也成功老师刚才说的 好这个 黑棋也变得更厚了 好那黑棋变得更厚了 就是说黑棋这个 藉由这一排后世啊 直接凌空把你封进去 好 呃 你虽然是不会死 但是还是一个 被这个强攻的状态 所以不管是刚才白棋的 呃防守型 或者是这个 抢先手的这个进攻型 其实呢都逃离不出白棋 这两个棋子是被攻击 那也就是跟一开始 我们的分析判断一样 双方的棋型差不多 轮到黑棋先手 本来就是一个黑棋有力的局面 好 其实当我公布完正节奏 大家会发现这几手棋 并不难嘛 然后就跳起来 然后白棋不是跳下 就是断 到最后就是形成这个 非常 常见的一个变化 好 那这个明显是 黑棋还不错 好 黑棋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等到你脑中有这几个印象图之后 你再来看实战 你就会发现 黑棋的行棋呢 就 呃 以我的观点来看 就是叫做很不自然 好 为什么很不自然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本来你是封进去 让白棋自己处理的 现在你是变成去 这个掏白棋的控 好 掏完白棋的控之后呢 最关键的是你落了一个后手 好 掏完 白棋这个尖踢一下 好 黑棋这也不能藏在这 藏在这的话 这样一般这两个字就掉了 然后呢 背白棋这个率先攻击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跟刚才 是不是 呃 你本来去告人的变成被告了 好 你本来是 要打输送官司 你是要 要人家赔你一笔钱的 而结果最后 变成是人家反过来跟你要一笔钱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实战呢 当然黑棋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他敢这样下一定是 他可以 算到后面的进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黑棋 大概已经算走得非常好 好就是 这个出头嘛 好 那白棋就冷静的贴 黑棋也长 好白棋再长 诶 这样子看起来不是黑棋就这个出头了吗 对没错 但是接下来白棋拐 这个地方黑棋有断底 你必须不 好 那这样子 黑白互相出头 想请大家想一下 这个是谁在攻谁 好 这里是白棋的四肢圈 好所以这也是白棋铜枪铁壁 而白棋这一块呢 对过来的黑棋 这个不是铜枪铁壁 好所以虽然大家都在中间跑 可是左右的形式差很多 再来现在轮到白棋下 实战白棋下非常好 碰完联班 好 这是 就是说这这几个纸你要吃我都可以给你吃 但是我只要头走在你外面 你这块铁就非常危险了 好 那如果 白棋 黑棋如果要吃的话 白棋总共这里反打 这个是常用的手筋 老师在这边就不多说了 那我们从这个棋型可以看出来啊 刚才呢 是黑棋公白棋 也不像讲讲中的多 好不管你是选择刚才哪一个变化 好 空不管是在脚上还是边上 大概就是15目 那为了这15目把自己的棋走成 呃就是一个需要去这个串逃的局面啊 把主动权交在白棋手上呢 我个人觉得是不明智的 好那 刚才有黑棋有没有办法可以这个就地做活呢 其实有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黑棋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好当然呢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这种围棋的东西都不是绝对的 我纯粹是以从棋底来看 就是刚才双方作战是势均力敌 轮到黑棋 黑棋可以取得一个 这个中盘站非常有利的攻势 那在实控方面也没有损很多 因为这个棋呢 虽然你把这破掉 你这个子也死了嘛 这个子死了 那刚才这个子就回来 其实木树也没有差很多 纯粹是以一个 棋型强弱来做一个判断 好那 至于你觉得 呃实战下法跟 这个如果照 棋底下哪一个比较好呢 这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好那我这边再提供黑棋另外一个 就是刚才是往外跑嘛 那往外跑如果没有前途 黑棋其实可以就地做活 就地做活就是走这个跳 好 走这个跳 那白棋因为自己这块棋也有危险 所以白棋现在也 必须要小心一点 必须要处理 好那这里 非常好的棋就是尖出 那尖出 像黑棋这块棋还没活 而且外出的路 已经被白棋占走了 你看这个是刚才黑棋的要点 第一次要点就是我自己要点 那黑棋的继续在下面飞下 但是黑棋这个棋活的其实有一点苦 因为他其实很损控的 怎么说呢 以后白棋有机会 这个一尖 好我们发现 黑棋这块棋呢 要再继续活啊 还是得处理 好那等于 就很伤这个地方的控 好所以这两 可能实战黑棋觉得这个图 他不满意 好所以选择 这个走在外面 然后跟白棋一起出头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我个人是觉得刚才黑棋 其实就是应该照本手下 应该跳出 那有一点这个把本来啊 可以攻击别人的主动拳 交到了白棋的手上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局棋 那还有呢 第二局棋也是一样 那我现在 我摆给大家看 这些棋棋呢 我都尽量挑一些 一些 早出破绽的时候 不算太困难的棋局 因为 如果要一些是 什么很多套手套招 或是布局套路的话 我觉得 可能对于还没有入断的棋 我来说 不是那么难 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所以我都挑一些 比较堂堂正正 然后比较没有什么 就是说 比较没有什么 太需要 局部研究的棋 那我们完全从棋底上 来做一个探讨 还不是说 这一局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格局嘛 这叫做对角星 好那对角星在以前大概 30年前啊 被认为是一个黑棋战斗有力的 因为等于现在黑棋拿到先手 黑棋不管是挂哪个脚 会形成战斗 那形成战斗之后 不管往这边还是往这边延伸 都是黑棋的人 或者是黑棋挂这个脚 实战黑棋其实就是挂这个脚 那不管往这边延伸 往这边延伸 其实都是黑棋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黑棋强调战斗 在30年前 但是现在呢 大家对于棋的理解有不同的认识 尤其是因为大帖幕 这样子呢反而是白棋所欢迎的 就是本来是白棋所惧怕 因为要发生战斗 那为什么突然间变成白棋所欢迎呢 因为现在大帖幕 这样子呢大家局面是互相打散 就是 你不可能围出一大片的模样嘛 因为你的脚是分在两边 我的脚是分在两边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小片小片 那小片小片 这时候我就不惧怕你的这个战斗 因为我局部可以退让 因为我退让 反正我贴木嘛 那我退让你退让一点 但是最后你贴不出木 那反而这个是我安全系数最高的下法 所以这个是随着贴木的不同 还有对于齐形齐领的不同 所以引申出 等于是整个围棋观念的一个颠覆 好那我们不多说废话 我们先来看 这挂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实战白旗就知道 实战白旗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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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绝对不是说我要攻击黑旗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夹鸡 一般是在自己有指的情况下 才会去夹嘛 那你现在在对方有指的情况下 你怎么敢去夹人家呢 你这样不会发生大规模战斗吗 大规模战斗这两天不是说黑旗的人吗 其实我跟你讲 白旗打从一开始 他这手机就不是要攻击黑旗 他就是觉得呢 反正我这个脚上不会死 我能活 那我赶快把你的这个碰啊 给这个清削掉 好我是一个自估的状态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 黑旗呢 就跳出碧蓝 也跳 好那黑旗这时候这个 反夹 反夹 那 白旗跳出 然后黑旗压 就是常见的下反 我们来看啊 这如果大家有看围棋TV的话 会知道这边白旗是绝对是要切断的 可是这个切断呢 我说过先决条件是建立在这边是白旗的纸 白旗现在呢 就是一本道啊 只要我把两块旗都处理好 你的旗都被分成小块小块的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白旗实战选择 啪 我就是 走的这个最稳的 而且你看白旗爬的同时啊 是不是就把 这个空深入到黑旗的这个角上来 那等于黑旗这个地方也不可能围出大空 好黑旗这边围出大空 这边是双方这个摇的相对 牛郎之女相对 这中间不可能有谁发展比人家大很多 那唯一黑旗主要的发展就是这 但是白旗这边已经先摆了两个纸了 你如果吃不掉白旗 那其实就全盘搭之后就是比空了 好 这是白旗的一个意图 那黑旗呢 这边压了几手之后 在攻击白旗之前呢 这边要先处理好 好那实战黑旗是选择这个 把自己的断捡补助 因为呢 你现在碰一定来不及了 好你碰人家一定是反旗了 好那如果你走这个呢 呃 白旗如果退在这啊 好以后 以后这个地方还是有被冲断的毛病 他就说我靠一下 好 然后 好 然后挤吧 好这就算被你打到 好这 这颗其实 就已经把你切断了 好如果你 吃的话我就从这里断出来 所以呢 实战呢 黑旗就走了一个最稳妥的补法 这个有纸 黑旗走一个最稳妥的补法 好就是补在这个尖 那补在这个尖 虽然呢 脚上的空 有点损 好因为本来把白旗 本来一个纸变成两个纸 好本来是可以拖线以后 只能飞了 但是他确实把自己 补干净毛病之后呢 然后率先的 这个攻击白旗 好那白旗这也走得很稳 就碰 好跟着长 反正把旗走在外面就好了 好 那走到这里之后 黑旗面临选择 好如果黑旗补这个断点的话 白旗就扬长而去了 好所以黑旗呢 选择这个 入腹针正面 好这个是双方 中央天王山的要点 但是你针到这个好旗呢 白旗当然就是 然后 惩罚你这边的弱点了 好那 黑旗 所以没有办法 交出你从这一打不行的 从这一打 由于白旗刚刚这边接触了 你下面这个纸很危险 所以从这边打 好那白旗也就跟着长 黑旗也在长 然后白旗呢 很冷静的回来 好把这个纸吃住 好那这边要多长一手旗 因为直接吃是吃不住的 它会叫吃 好那边要多长一手旗 这样把这个旗子吃住 而且吃完之后呢 呃以后啊 就说我这个旗已经吃住了 那我这块旗已经活了嘛 活了那以后这个板下啊 好这个靠啊等等的 好这边有很多的 呃不好的味道 那黑旗呢 所以就 把这个毛病补住 而且这个实力很大 好那白旗这里 压一下 取得线手 然后呢 如愿以长大 照顾好这一块 就抢到一个 宝贵的线手 全把捐去最最大的地方 这个边也拆住 好那 到目前为止 我们来看啊 白旗的下法好像都 顺风顺水 好那这边 地先撈到了 对不对 好那这个 中央这块旗目前也处理好了 还拿到线手 站到这个大厂 好那 黑旗呢 呃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黑旗 也都是照着旗里走 黑旗这块空其实也很大 这块 这边毕竟只是 三路围 这边是围到了四路 好那 老师的问题就是 请问你 刚才黑白双方 有谁下错 那下错在哪 如果是你的话 呃 或者说如果你知道下错的话 那正解应该是要怎么走 好 那因为这盘旗有点难啊 所以呢 我就给大家多一点时间 想一想 好那如果你 不想想的话呢 也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喝水的这个马克杯 这个马克杯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就把它买下来了 好 有点难哦 因为我给的提示 实在太少 而且呢 我试着从对局者双方的 呃 思想层面来 讲 所以你一定觉得 诶 黑旗下来很有道理 白旗下来很有道理 那当然咯 双方都是业余顶尖高手 代表国家队去比赛的 如果 如果他自己 想跟自己下出来 骑都有问题了 那他不是一个 精神错乱的人吗 所以 从黑白旗方的逻辑 都觉得自己下的好 那在这个情况下 你要找出缺点 其实是 呃 很难的 很难的 好 那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好了 什么提示呢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实战 白旗 抢到了这个 首先得到宝贵先手 抢到最后大场 那 轮到黑旗 黑旗实战呢 下得非常好 点在这 好 这大家应该有看出 这手棋 如果你没看出这手棋 这确实是 不太能够想得到答案 好 那这手棋就是下来的时候 我就断你的嘛 好 这个断你之后 你这个棋被切下来 我这个 空变这么大 这你不能接受 好 所以呢 实战白旗这也必须要补 好 必须要补 补 那补完之后 黑旗这个还是先手 好吧 还是一样断掉你 那 白旗可以再补 然后黑旗等进了 树下 欸这样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虽然白旗抢到这手棋 可是黑旗这三手棋 同样优秀 好 你看这个很明显是 我们在围棋上叫做 礼盒外的交换 呃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也有很多礼盒外的交换 好 呃 我们先回到围棋啦 主要意思就是呢 你走在价值很小的地方 你看你这边多了三个旗子 多了 本来这个值就死了嘛 你多为了一到两目空 而我这三个旗子 先不说我跟这个地方连起来 对这里的潜力 就关我这个立下来 我这里多出来的空 可能就已经拾木朝上了 好 所以其实这个的价值 不会比他少 而且更糟糕的是 白旗这块旗 嘖 好像还没有活 至少他还没有两个眼嘛 对不对我们说活旗要两个眼 只要你不是有两个眼的 其实你都是没有活 因为这随时黑旗一叫吃 你要接这里只有一个眼 好 所以 其实事后来看 白旗抢这首棋啦 反而有反而吃亏了 好 因为 这确实有一手棋的价值 可是这个超越了一手棋 好 他 既连片后市 又为失控 还对你产生的威胁 他超越了一手棋 所以这个是白旗所不满 可是呢 或许有人就说 那不满那也没办法 他总比 那突然怎么办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难道我还要 呃 再花一手棋回来补吗 我现在再补一手吗 那这棋 这不是都不用瞎 也没错 如果你还要再补一手 确实不用瞎 因为等于你走的半天 你落一个后手 帮黑旗这边 全部都围起来了 你等于是帮黑旗再围空 那 这黑旗 因为你落后手 代表黑旗一手棋没花 黑旗一手棋没花 就围到了四路的空 那这个 你是一定是吃不消的 黑旗没有花一手棋的投资 黑旗就围到了四路的空 那这白旗不行 那所以我们只能够 帮白旗前面找问题 好那我们就往前找 我们根据所谓的逻辑分析法 逻辑分析法就是呢 刚才是一人一手走出来的 我们现在就一人一手 把它摆回去 这简称 我也不知道简称什么 简称你不用讲 我也知道的方法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是不是这样 再来是不是这样 然后再来是不是 这个他贴了一手 跳出来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现在这个情况 嗯 好对走这 然后呢 黑旗走这个 好实战白旗是回来吃 我们只能够倒到这里了 因为再往前就是个断 是一定要断的 好然后这个黑旗跳 黑旗选择 白旗没得选 现在呢 其实白旗呢 以四后诸葛亮 事前诸一样的看法呢 这手棋就是坏起了 因为他导致了后面 这一连串的结果 你都没有办法去毕灭 都没有办法毕灭 你只要一走了这个后面 一定是这样子 好那根据四后诸葛亮 事前诸一样 这样子的描述呢 如果你这时候不走这里的话 你只有唯一一手棋可以走 就是继续藏嘛 对不对 好就是说 我这个是我把你吃住了 我确保自己没有这个断也没有问题 那我如果今天不去吃你的话 那我一定要 首先我一定要加强自己这三个字 再来我一定要走一手棋 是威胁到你这边的棋 所以就是走这个 那走这个有没有风险呢 其实坦白说有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风险呢 就是黑棋这个子 有可能会拉出来 如果黑棋不拉出这一子的话 黑棋只能够局部在这里走 棋棋是走在这 而你这都不要再继续走 走还再被撞一下 这全部连成一片这个后势了 所以黑棋的正手就走在这里 那这样子白棋这时候 就不需要这样子吃咯 白棋可以怎么吃 可以这样子吃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白棋的棋型比刚才舒展很多 首先这个地方活了 而且呢刚才只有两木棋 现在这里至少有个四五木棋 而且呢 这个头多出来了一路啊 以后这个飞 其实就把黑棋这个照进去了 那这里多长到之后 自己的气也变长 以后这个地方靠下 至少你这个尖刀刺出来之后 黑棋这里已经围不出什么潜力了 好那所以这个是白棋最想看到的 那我们就必须要来想 黑棋到底能不能把这一只拉出来 如果不能把这只拉出来 只能委屈的度过 那这样子白棋 黑棋比刚才实在好太多了 好那看一下 黑棋 如果把这只拉出来的话 会形成什么局面呢 我们来看 拉出来当然就是从这边尖出 那这里确实就是需要后面的计算了 我个人觉得啦 白棋应该是找到这里太开心了 就是觉得哇我能够把这只吃掉 已经很好了 确实从骑形上来说感觉骑形不错 他就没有再去想说后面的这个变化 或者说没有再去想说这一手机的可能性 因为会代表国家去比赛啊 这个后面的变化其实并不难 主要是你有没有往这一方面去想 好这个藏出来之后 黑棋只能 如果要避免刚才这种吃亏图啊 只能拉出 那接下来呢 白棋 非常强的是 挡下 这个挡下由于这边有断点 好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这里你不走起 我这里断的话 你走这个我就把你吃掉 你就断了跟藏出来 把这两手变成废棋 可是你从这里打的话 好这很抱歉 对杀是 我把你杀掉 你走这里的话呢 这个我一拐 我三棋你两棋 你走这里的话呢 我一拐 你挡不住 你挡住我把你吃掉 这些计算 可能对于还没有入断的棋友来说 有点难喔 但是我 如果我已经跟你说 这个挡下是成立的 你应该就要看出来 好 那没有办法 所以黑棋这里必须要 先把自己这块做活 那也就意味着黑棋落一个后手 那也就意味着白棋挡这个是先手 那也就意味着白棋先手加强自己这几个旗子 然后再来看看这里的对策是什么 这边最好的下法 好就是 打 弧 倒虎 好 先把这一块处理好 而且这块处理好之后 其实这个纸基本上已经被碰伤了 好 这一个大虎口 这个已经头在外面 非常厚扬长而去 这局部不用去搞去做活了 好 甚至下来的时候 一般自己都要为出大潜力了 好 这块鸡处理好 反过来看黑棋 黑棋这块鸡还没有好啊 对不对 这四个鸡目前只有这个三口气 好 当白棋自己断鸡补住之后 黑棋都很危险 黑棋还要补 好 那你说老师 这样子 这一块怎么办呢 好 这一块呢 没关系 我们再来处理 好 好 如果你敢断的话 我就断 那处理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那 呃 是这样子哦 不是说白棋这个图就大优 不是哦 只是 刚才前面那个图 白棋实在是太惨了嘛 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实战图白棋太惨了 所以呢 为了避免要像实战图这么惨的图呢 白棋这个下法至少比刚才好 这就算是最后黑棋把白棋这五个子吃掉啊 白棋把棋转到脚上边上 这个白棋也比刚才好 因为 黑棋的木树首先就算把这个 这一坨五个子吃掉 黑棋木树也跟刚才一样 因为刚才黑棋是连边带脚 那现在黑棋木树没有变 可是呢白棋把这个脚 淘掉了 那这样子白棋这个脚上的木树 绝对比刚才一手拆边大 再来白棋这一块其实不会被攻的 而刚才白棋这块那块其实会被攻的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 我个人觉得这一盘其实非常的精彩啦 就是如果真的能够下猪将 当然是需要 首先需要 需要起立一定是要的 因为这个后面的计算 再来呢 需要对局的这个良好的心态 因为我们是事后嘛 事后可以看结果不好 然后我们再来找原因 那比赛的现场呢 他有时间压力 他有这个心情的波动 他有对于形式的判断 那判断这种东西 只要是人判断都会有失误 这个很合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实战的 这个吃回去 被黑棋机敏的 搬起来 那白棋之后不可能再补了 墙大厂 被黑棋机敏的 点在这 然后多了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等于我花一手棋 多 三个字 这三个字呢 一个是帮助我围下面的后 另外 这个三个连在一起 帮我把中间的势力给串起来 最后呢 白棋之块棋 其实也还没有活 也还没有活 这以后最简单的 点一下 送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之棋 非常没有效率 你看这两个其实现在是在搞笑了 可以去走血腥路线了 所以 这其实 真的是实战图蛮惨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借由两盘世界业余大赛的对局呢 来让大家了解 第一个 不是高 不是说高手就不会犯错 也不是说你现在还在学棋 你就一定会输给高手 好 你的棋力 其实 只要建立的正确啊 是不输给任何人的 你的头脑呢 是不输给任何人的 可能是局部的计算或是经验 这没有办法 文道有先后 树也有专攻 但是 你去理解了这个游戏的本质呢 其实你就可以从中呢 建立起你自己的价值观 好 你自己建立起你对于自信 好 然后 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一样嘛 你这用你的头脑去创造出 你想要创造的产值 或者是社会连结 或者是价值观 同样我们是 这个板在棋盘上 即使是这个 世界顶级的高手啊 其实呢 你也是可以征服他的 好 那我希望这盘棋 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那我们下棋再会